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此时此刻 哪里还是早上 太阳早就晒屁股了 他伸出手臂 懒洋洋地接起了电话 谁呀 语气十分的不佳 夏爷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结婚居然不告诉我一声 打电话的是大阳 今夏这才意识到 昨天他和路易领证了 他条件反射般刚要做起 路易横了一下胳膊 将他按倒在床上 今夏想要阻止路易 但是却又担心被大阳听见这边的动静 只能忍着 你怎么知道我结婚的 今夏不禁感觉到奇怪 他没有发朋友圈 路易更不可能发朋友圈 那么大阳怎么知道的呢 两个人领证并不是事先商量好的 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现在不仅仅我知道了 整个公司都知道了 大阳调侃道 是谁看见我们了吗 今夏试探性地问道 你和路易一起请婚嫁 你说大家知道不知道 大阳笑着调侃道 婚嫁 对 路易说他请好嫁了 他当时怎么没有问他请的什么嫁呢 哎 今夏只觉得昨晚被路易给蛊惑了 弄得他什么都来不及思考 便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给嫁了 大家反应如何 今夏试探性地问道 还能有什么反应 自然是恭喜了 只是咱部门的人炸开锅了 觉得你太不够意思了 结婚居然不通知大家 不请大家吃饭 所以便派我做代表 兴师问罪来了 不过 我还是很贴心的 想着晚点给你打电话 怕你忙 杨岳在电话那头黑黑坏笑起来 你就别打趣我了 先帮我安抚夏 等我回单位再安排你们吃饭 今夏无奈地道 夏爷 我们要吃喜糖 我们还要见新郎官 今夏听见大阳那头吵闹的声音 他不用看便能够想象到又是设计部的小子在起哄 好了 好了 保证让你们满意 今夏说完后 便挂断了电话 待今夏挂断电话后 陆毅便又靠近了一步 将今夏紧紧地抱在怀中 而他的头在今夏的后背上摩缩着 这对今夏而言 感觉很不真实 他到现在都没有反应过来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若不是陆毅睡在他旁边 他会真的觉得自己只做了一场春梦 这一切 来得太刺激了 今夏回想昨晚以及今天早上发生的一切 天呀 他感觉自己的脸烫了起来 原今夏呀原今夏 原来你也是垂涎陆毅每次好久了 这简直太羞耻了 陆毅被指责 今夏慢慢地一开陆毅的手 尴尬地问道 我们要不要起床吃些东西 陆毅的手再一次付了上来 拥散地道 不要 正当此时 陆毅的电话也响了 他眉毛微皱 脸色不好 该死 谁大早上给他打电话 他不情愿地松开了今夏 接起了电话道 喂 他一边接电话 一边偷偷地瞄了一眼今夏 只见他趁着自己接电话的空隙 寻到自己的衣服穿了起来 戴穿完后 害羞地跑开了 陆毅 你在哪里呢 原来打电话的是陆董事长 有事吗 陆毅没有回答父亲的问话 而是反问道 你和小元领证了 这不是问句 而是直接陈述了事实 陆婷不想和儿子继续打马呼掩 嗯 你 我说 你什么好 你懂不懂礼节 这么大的事情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一声 起码我要去见小元父母 提个亲吧 这样才显得咱们 陆家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彩礼 婚礼这些事情 是不是要和原家商量一下 你现在办的叫什么事情 陆婷怒了 陆婷怎么会不怒 她儿子结婚这样大的事情 她居然是从别人的口中知道的 若不会人力经理给她报喜 她连她儿子领证都不知道 这个逆子 简直要是气死她了 原家人该如何看待她呢 会不会认为她瞧不上原家呢 会不会认为她 自认为高人一等呢 这今后亲家该如何相处呢 领证是我和今夏的事情 你想太多了 陆毅不满父亲的指责 直言道 是我想得多吗 婚姻向来都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陆婷再一次指责 原家人没有你想得那么小气 他们不在意那些 相对于那些虚理 他们更在乎的是今夏的幸福 陆毅有些气了 话里有话地暗中指责陆婷 你气得陆婷你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赶快给我来公司 有些事情我要当面问清楚 陆婷直接给儿子下达命令 我请假了 等我休假完事再说吧 没事我挂了 陆毅说完 便直接挂掉了电话 挂完电话后 他查看了一下未读的微信信息 阿德道 恭喜兄弟 新婚快乐 蓝青玄道 恭喜了 陆毅 说来听听 昨天晚上几次 陆磊道 恭喜 乖侄儿 节制些 别累坏了 陆毅懒得理他们 收起了电话 便开始穿衣服 他穿好了衣服 慢慢地下床 昨晚的一切 仿佛历历在目 这对他而言 弥足珍贵 他终于得到了他最喜欢的女孩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陆毅走出房间 金夏早已经梳洗完毕 站在厨房做早餐 他一走进浴室 开始洗漱 和金夏用着同一种牌子的沐浴液 和金夏用着同一种牌子的洗发水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待洗漱结束 他只觉得神清气爽 他来到厨房 将正在主舟的金夏拥在怀中 将头靠在金夏的肩膀上 幸福地唤了声道 早啊 陆太太 金夏微微回头看了一眼陆毅 幸福地回复了声道 早啊 陆先生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此时此刻的两个人 眼中只有彼此 至于早上的骚扰电话 两个人早就抛之脑后 最初赢的香港人早就逃避养了声道 今天这个画面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人 爱情侣发电话 感谢观看